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待天一擦亮 连人带谈 整个鬼市消失无组 消气确切吗 确切 据现任报 另一半几样时 今晚也会出现在鬼市 好 爹 这里这么好玩 你干吗不带我来啊 你怎么又偷偷跟来了 不是跟你说过几样时不能露出来的吗 怕什么 爹 有您在 有谁敢抢 连带 小姐 小姐小师了 快去找 快去找啊 快把小姐找回来 快找啊 我去 这找不到人还得丢了小命啊 哪个面的感觉啊 是吧 干啥呢 严妃 严妃 哎呦 哭哭哭哭哭哭 有什么用 pouco了 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司令 小姐 有人接把了 司令 这就是颜妃 颜妃 颜妃 颜妃是谁啊 大侦探颜刚的儿子啊 他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学的就是机械设计 通缉犯的儿子 也敢接把 正是如此 在下才敢貌似接把 岗位司令 榜单上的话可算数 当然算数 我段某一言九鼎 说得出做得到 不过小子 别怪我没提醒你 五天内 你要是没把我女儿救回来 你们俩包括你爹 都会从这事上消失 这这 五天确实有点不够啊 而且 我就是侦探社里一个大杂的 司令放心 我们一定找回你女儿 请问小姐 是在什么地方失踪的 鬼失 小姐为什么去鬼失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 这个我必须知道 每一个细节 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老爷 去找吉阳石 吉阳石 我女儿天生体温比常人低十度 本来身上有半块吉阳石 可以保她性命 如果让她恢复正常热的体温 一定要找到另外半块吉阳石 早先得到消息 另外半块吉阳石出现在鬼失 小姐贪玩也跟着过去了 没想到 却在众母回回之下消失了 岂魏司令 小姐是否是知音之体 你怎么知道她 从阴阳五行来讲 吉阳中和志阴 普通人佩戴吉阳石 会造热不堪 祸害身心 只有志阴之躯 能与吉阳石相辅相成 不愧是大侦探的儿子 正是这样 所以必须在五天之内 找到我女儿 如果坏人拿走了 婉儿子半块吉阳石 那么她就只能活五天 小姐死了我也活不成 定当尽力而为 这件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委托人的信息不外传 那是我们当侦探的职业道德 元妃 这件事就靠你了 司令 可否接小姐的八字一 嗯 嗯